李家超本来应该在8月31日,即昨天, 想完成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后, 他马上带行李想去广州住一晚, 今天9月1日有很丰富行程, 包括科大Bunch开幕礼、揭幕仪式, 包括见广东省、广州市及深圳市官员, 主要是其中一个给香港人的愿望, 他会带了一个逆向隔离去深圳谈或上广州谈, 跟深圳和广州谈, 而深圳和广州是香港对接的口岸, 据知这些小道消息说, 中国大陆卫健委都已原则同意逆向隔离措施, 逆向隔离措施是香港人不需要在中国大陆隔离, 而在香港做隔离,为何要这样做呢? 因为现在去中国大陆隔离, 因为酒店房间数量问题导致配额受到限制, 可能一日一日二千多人而已, 但如果香港都可以做逆向隔离, 即是香港隔离, 接着闭环息过关去到中国大陆, 变成第一,香港可以自己管理配额, 或管理酒店数量, 而从而推升配额数量, 变相一个小通关, 可以说是小通关都未定, 但问题就来了, 这一个是政治智慧的问题, 完全是政治智慧的问题, 香港人始终第一个, 你说要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, 融入国家什麽什麽, 但始终香港官员或香港政治界, 都跟陈次上, 理解上跟国内差很远, 为何呢? 国内其实在三十日, 新华社公布了, 开了十九届第七次中央委员会, 接着委员会都讲了, 十月十六日将会召开二十大, 二十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, 第一个, 众议会议是包裹二十大代表可以出席, 即是说, 如果你是二十大代表, 你当然希望自己在众议会议出席到, 无理由出席不到, 什麽情况之下出席不到呢? 如果你负责省市是有疫情的, 爆发得很厉害的, 它根本不可以上北京, 你就出席不到, 这是第一个问题, 这是第一个个人政治前途上一个想考虑, 第二个就是本身, 如果在二十大之前, 你管的地方出现一个疫情的爆发, 你猜会发生什麽事呢? 不单止你没得上去, 还要你的仕途, 甚至乎在整个政治的仕途上都出现尴尬的情况, 所以任何一个省市的地区在二十大之前, 一定是要求稳定的, 一定求不要出问题, 如果现在李家超上去, 不要说脚头问题, 李家超事实上香港有几个高官, 有起码十个高官都确诊了, 如果李家超有带三个高官上去, 那高官之间有这麽多接触, 想对深圳,想对广州见到领导, 跟着跟他们之间有一个近距来接触, 而导致领导自己确诊, 你猜事件大不大呢?都大, 又或者香港团队上去, 现在可能在深圳, 在广州有个气氛要压住疫情, 要清零, 但香港团队给人的感觉, 香港很多确诊, 确诊数字去到接近一万宗水平, 甚至高官自己都确诊, 跟着整团高官去到广州和深圳访问, 无奈何你都会有些相片, 有些新闻稿发出来, 结果会令到当地居民可能有反感, 又或者引起社会上的可能一些情绪, 一些愚情,在大陆叫愚情, 对于那些领导都是无好处, 再说现在深圳, 只是李家超微博, 在他的微博最初都几受国内欢迎, 都发展得几快, 但最近这两个礼拜情况有变, 但当大家听到李家超可能去到深圳或港州访问, 他们出现的声音, 一面倒首先讲沙岭的堆填区, 这是龙鼓滩堆填区, 会否影响深圳那边环境气味, 深圳居民便洗李家超版, 要李家超改善, 跟着又出现了, 当深圳有疫情, 当深出现几十宗疫情的确诊, 当中有一个叫BF15, 当时有声音传出来, 说是香港传入来, 结果大陆一些网民要求李家超搞定疫情, 更加希望搞定疫情才上来, 即是说简单讲, 政治上如果这时候容许李家超上去, 某程度上如果在广州或深圳出现一个更多的确诊个案, 第一不单止对李家超个人声望产生很大影响, 还要对当地市领导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, 可能有些愚情, 第二个情况看一件事, 如果见面的目的要讲逆向通关, 如果要逆向通关有何难呢? 是无难度的, 你就一开始放宽那些quota, 由于2000变3000,3000变5000,5000,5000变10000放宽, 但这因为是无难度, 如果一开始在九月初就要跟李家超谈, 何时可以磨到十月中呢? 可以磨到十月十六号呢? 四月十六号就开二十大, 二十大可能就着疫情政策可能有转变, 但未有转变之前, 二十大之前肯定就不会变化, 肯定仍然强硬动态清零, 在这情况下, 你以为广州或深圳够不够胆, 就算真是卫健委或中央, 给权给广州和深圳和香港讨论两边通关问题, 而深圳和广州够不够胆在二十大之前, 大幅改变现在通关政策, 肯定不够胆, 如果改变通关政策而导致深圳和广州出现疫情, 谁负责呢?就是市领导负责, 无人够胆, 即是大国家大局未在清零政策上有改变, 还是很强硬, 还是要动态清零, 在这情况下可以想像, 根本在广州和深圳, 如果你叫他现在时做放宽, 某程度上难毁了他们, 所以对深圳和广州的领导, 他宁愿不要见李家超, 将李家超的期望降温, 让李家超不要以为, 见完面之后立即可公布增加配额, 拖长一点, 去到可能压力大, 或者中央有意思, 放一点配额, 大围可能在二十大之后, 因为无人敢在二十大之前, 有机会制造任何不稳定的情况。 在大陆看下维持秩序很强大, 强大去到什么呢? 就是国家英雄运动员, 或者与国家拿了奖项的人都受到保护, 李家超说是一个地方领袖, 都是一个领导, 照计则应该受到保护, 理论上不应在他微博出现这种洗版式, 洗版式的御程, 即是说如果就算出现这些御程, 微博的程度上微博都会围住秩序, 微博无围住秩序, 而出现洗版式的御程, 某程度上都反映了, 国内可能在政府层面, 或者不要在政府层面, 未到政府level, 就算在微博的管理上, 都希望给内地居民可以试一试气, 可以就着他们关心问题去发表, 让李家超听到国内的意见, 可能他们觉得支持林郑我不听都未顶, 但李家超今次吃到认, 李家超说过说话在网上对话更辨捷, 他有前提, 他说可能香港和中国大陆, 或者广州或者深圳对接口岸, 可能有自己的方案提出来, 如果见面提方案就会浪时间些, 但如果在网上提方案, 李家超可能觉得会辨捷些, 即是说无论香港提出方案, 或者深圳或者广州提出方案都会比较容易些, 这是他的说法, 某程度上他只能够在这件事上都可以这样讲, 只怪自己太早讲出来, 但当然访问又不行, 但你讲出来后做不到, 即是说访问都取消了, 某程度上李家超都几尴尬, 现在李家超面对他尴尬处境, 他能够打的圆场都没了几句, 现在说不如网上讨论更便捷些, 都是圆场之一, 其实如果讲李家超权威性威望, 本身在他微博被人洗版已经好与, 对于大陆官员, 或者对于大陆, 不要说只是官员, 都刚才讲, 如果你是看个明星好, 明星好, 明星都未必看个明星, 或者跟国家拿了奖项的人, 他们在微博受保护很大, 如果你在微博说他, 其实在大陆是犯法, 但李家超一开始在微博本来都几受欢迎, 很多人加他, 但现在发展到被人洗版, 本身对李家超权威性或李家超威望都是重大影响, 再加上现在深圳和港州举见, 某程度上在大陆的居民看上去, 还更觉得香港好像被人贬了一格, 所以李家超今次的失败访问或被失败, 某程度上贬低了香港特区, 甚至在大湾区的地位, 而不知会否跟将来欠大湾区的管理, 将大湾区的领导陈有些变相有些意味, 国内人的政治能力高很多, 如果现在贬低了香港特区, 某程度上香港特区将来在大湾区的角色都相对被边缘化, 简单说李家超本来想外访, 即是他离开香港做访问, 第一站是选回中国大陆, 不希望在泰国或印尼, 包括亚太经合会议, 包括G20那些大型会议上, 他希望根正苗红些, 或者形式对国家忠诚些, 第一个出访去了广东省先, 但现在窩可了, 窩可了之后, 他未来十月分分钟都要泰国开部长会议, 或者开亚太经合会议, 看一看李家超本身会否更积极安排去其他大陆省市访问, 否则李家超第一个出访将会不是在中国大陆, 这对一些领导人出访都很特别意义, 第一个出访地区代表他对地区重视, 李家超看一看他怎样面对现在他自己的局面。